各位觀眾大家好 在這困苦的時代 要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 身為新手想要玩重車的你 要如何把自己的屁股變大 才能吃得下這蟹藥呢? 之前剛剛做過貸款的介紹 那這一次一樣要更深入的探討貸款 讓大家變成機車斜槓少年 呃...ok...也有少女啦好不好 好啦,這集影片會介紹許多貸款的誤區 以及如何跟銀行周旋取得好利率的小tips 所以沒記錯,知識型YouTuber康康又來上課啦 好啦,不過在開始之前 假如你還沒訂閱康康好不好 訂閱鈴鐺小鈴鐺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有關機車啊 或是...blahblahblah的小知識 OK,那我們廢話不多說,讓我開始吧 先前康康介紹過不同種類的貸款、信貸、車貸等等 那今天會分享貸款的誤區以及技巧 首先最常見的,由上集粉絲提出的 他說呢,他把車貸都按時繳完了 信用卡卻還辦不過 剛剛說過,培養信用非常重要 最好的培養方式就向銀行借錢 那有人就會說,我都刷信用卡啊 先告訴各位,這只是最低門檻 假如那些信用卡還會用部分繳納的人 直接出局好不好 但為什麼這位車友向銀行借了錢 但卻連信用卡都辦不過呢? 難道那些連繳的車貸都是浮雲嗎? 沒錯,假如你找錯人 那一切真的都會是浮雲啊 大部分人都是車行有說有配合的貸款 你就跟著配合貸款啦 但其實很多車行配合的貸款公司呢 並不是銀行,而是融資公司 融資公司簡化來說就是 你直接向人借錢啦 那通常利息可能會偏高 當然也有正常的可能在五六%左右 但是也有可能是十幾%好不好? 那大家要知道,假如要找融資公司的話 你這些年的貸款呢 並不會記錄在銀行的信用網檻之中喔 因為你比較像是私人借貸 所以撇除融資公司是否利率甜美之外呢? 我個人覺得既然都要繳貸款 肯定是找個能累積信用的 要不然未來我想買汽車、想買房子怎麼辦啊? 這樣才能一魚兩吃嘛對不對? 在這邊剛剛教你們以後要怎麼跟老婆以及家人講 我買重車是為了以後成家立業、買房子等等之類而鋪路啊 我是為了你好啊! 所以在貸款之前請務必問清楚 是否貸款對象是銀行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啊 不然你就會像上面那位車友一樣 交了一堆發現一張信用卡都辦不過啊! OK,那現在也要感謝另外一位車友補充的 就是負債筆 沒錯,信用貸款跟車貸不太一樣 車貸是用車子做抵押 所以沒有所謂的負債問題 其實也有,但影響可能沒有信貸那麼大 相對也好過見,但缺點上集說過了 可以來這邊複習一下好不好 資訊欄OK 好啦,那首先呢 信用貸款還會是吃你個人的額度 在這邊分享基本信用觀念 你信用卡額度跟任何欠款、分期付款額度、房貸、車貸等等 都是算負債 那負債的比例也不得超過月薪的22倍以上 那公式呢就是 是月負債比等於月負債除以月收入 OK,相信遇到數學大家頭頭很痛啊 沒錯沒錯,我剛剛其實也是一樣啊 但是呢要跟銀行交流的要點就是 你一定要維持頭腦清醒啊 自己呢要先會計算喔 不然呢你就會像很多車友啊 貸款了十幾%被當肥羊仔啊 當然啦最簡單的貸款額度計算呢 就是你的月薪乘上12 就是你的能貸金額啦 那當然上限是22倍 那12倍呢是一個比較保守好過的一個倍數的金額啦 那前提是你不包含其他的貸款喔 分期付款等等負債啊 那假如有的話呢 他只會去扣你的這個額度喔 那但照著公式就一定會過見利率漂亮嗎? 不一定啦 還是要看個人的信用喔 還有以及你其他負債的情況 是否反映你的收入跟存款等等喔 那當然這時候呢就會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談判 很多人啊就會說啊 欸我不是一個月只有4萬薪水 但是業務貸款叫我貸個60萬 或是80萬總是叫我貸款越貸越多越好 原本呢想買R3看到我可以貸這麼多之後啊 欸好像可以看起R6來了啊 首先呢這是一個話術喔 因為呢先不管你到底要買多貴的車子喔 業務一定是希望你貸越多越好 因為肯定沒有人的貸款貸80萬只分一年 所以呢他們希望你貸的越多分的越多期 這樣子他們的利息就會賺的越來越多 而你呢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啊 慢慢的被這個貸款給壓垮 所以呢在這之前呢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喔 貸款之前呢請務必知道你需要的金額 以及規劃多久你要還完喔 不然會被業務給帶著走啊 但先別走開好不好 康康的頭夾包來了好不好 當你呢要送現審核的時候呢 業務都會叫你填高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呢假如審核信用過了以後啊 這樣公司就會知道喔你是個肥羊 他們則呢可以放心的賺個你好幾年利息 但這時候呢大家不要害怕 盡量開高盡量分期久一點 因為呢當審核信用過了以後啊 在最後確認貸款的時候呢 可以向他們更改最後貸款的金額跟分期的起訴 這樣很賤嗎? 呃一點也不 因為呢業務他沒想要有業績嘛 但是呢假如一個人只貸20萬分個兩年 你還要跟他討利息 利率要低一點 你覺得他會幫你爭取嗎?對不對 這就是要說到利率喔 聯合徵信過了之後呢 他們會跟你說你可以帶多少 利率是多少 這時候呢其實可以有手段的跟業務去討論啊 畫PALAKEN 能否利率再低一點呢 這時候假如你的額度很低的話 那他就沒辦法跟主管說 啊這是一頭肥羊啊 拜託給點甜頭利率嘛 再降一點好不好對不對 讓我可以接到這個案子啊 所以呢假如一開始開高去審核徵信 你就能知道你的貸款的極限在哪裡 以及呢你有好的籌碼跟業務 砍一下利率 相信康康喔 他們都是有空間可以去操作的 當業務呢願意給你空間的時候 在最後你就可以跟他說你要更改額度 舉個例子喔 你可以說你要60萬分個7年送聯合徵信 然後審核過之後呢 他們會說你的狀況呢只能帶50萬 那利率下來是6% 這時候你可以跟他談判喔 說欸看可不可以5%啊 那運氣很好的話呢 他可以給你5% 到最後呢確認貸款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說 那我其實只要貸30萬分個3年就好了 是可以的 而且呢利率是一樣剛剛談好的5% 所以不要害怕喔 因為你當初填了多少就一定要貸多少 在最後確認貸款的階段呢 他會詢問你 你可以再做最後的更改 那第二個呢 則是手續費的問題喔 其實就跟利率一樣 其實呢手續費 他們說啊我們設定費啊手續費 基本上是8千9千1萬 但其實手續費則是在3千到9千不等 就是看你的 談判籌碼以及你談判的技巧啦 這是絕對沒有一定值的喔 因為畢竟有的銀行呢 可是也是很硬的 所以呢貸款還是建議 好不好各位 貨比3家 上一集說過了 聯合徵信 你可以同時間聯合徵信很多家 沒關係 這時候呢多比較 沒有傷害 OK 所以呢以上這就是 剛剛多年來在貸款周旋的這個討價包啦 好不好 畢竟呢剛剛也是 這個斜槓少年啊 這個沒什麼錢玩車 硬要貸款 但是呢我是有做好規劃的 大家搞清楚啊 希望呢能夠幫助到各位 沒有前緣夢的這個萌新們 當然說到最後 我覺得貸款這種東西呢 絕對是要量力而為 呃它是一個讓你輕鬆追夢的工具 但是它也可以讓你美夢破碎的工具 買車呢不僅僅是貸款買車 還有後續的花費保養等等 雖然銀行呢不會笨到借你 超出你能力能應付的金額 但是 利用年限拉長溫水煮青蛙的方法 是一般人不了解的 年限一長你每個月付的錢就少了 無腦的一般人覺得說 欸我可以耶好輕鬆喔 但是呢往往啊 可能你的車子都摔爛了 你還沒繳完貸款 而且往往這時候呢 你覺得不知不覺 多花了多貸了很多的錢 因為啊 你永遠要記住喔 規劃理財是非常重要的 貸款買車不可恥 一點也不啊 以前的時代呢 那長輩總是要教導 不要欠人錢啊 欠錢不好啦 但是啊 時代不一樣啊 好不 這個時代呢 你就是要玩點槓桿 這就是你要欠人家錢 才能走得長啊 以上言論值代 還有本台立場 當然啦 我指的是有規劃的向銀行借貸 而不是整天找車友借錢不還的那些垃圾門啊 那有效的規劃呢 你就可以用有限的能力去接觸重車喔 當然啦 最後提醒一下千萬不要完全沒有存款啊 去貸一筆金額來買車喔 因為呢 這樣代表你的理財觀點 非常的有問題 最後呢 假如你常接到貸款的電話 恭喜你啊 其實每個銀行呢 都有個名測分級 當你的信用越好 等級越高 自然他們就會越常找你 反之呢 你的負債比越高啊 他們就越不會浪費時間來找你啊 所以呢 假如這陣子你很常接到電話 剛好又有資金的需求 其實呢 不妨試試看去談個漂亮的利率吧 好啦 那基本上今天呢 大概就是去補完之前呢 有些沒有講到一些貸款的小問題 以及呢 把自己康康這個 多年來學到的陶傑波 給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部分呢 是康康的經驗喔 所學習來的啊 所以呢 我不確定是不是適用於全部的貸款 但是呢 我相信這個邏輯上面喔 應該是不會落差太大 當然啦 好不好 假如你對於貸款有什麼經驗 有什麼問題的話 好啦 那當然 假如你對於貸款呢 有其他問題 或者是你有什麼 自己的經驗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大家喔 好不好 好啦那基本上這集的康康指揮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加分享 當然康康其實有IG了好不好 IG在資訊欄 來follow一下 OK 好啦那非要不多說 就讓我們 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 掰掰 趕過敏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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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